这个事儿可真是跟美国脱不了关系了 什么呢 就是不断的剑指中国大陆 而且现在亮哥我看 这个连国会都动起来 这参议院写了报告 报告的就剑指的什么呢 是欧洲的车 是包括BMW 福斯 Jaguar 富豪汽车等 都是欧洲的车厂 但是为什么要剑指他们呢 主要是说 他们进口到美国的车 用了涉习新疆强迫劳动的零件 所以就要政府应该要加强执法 就是国会在对美国的政府有压力 可是怎么会是点名到了都是欧洲车 而且里面就提到的是说 什么叫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零件呢 是哪家公司 是四川金伟达科技他们的零件 因为这家公司有被列入过清单 结果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马上也回应这件事情 直接就说了 美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不但不是预防强迫劳动 是制造强迫失业 是打着人权旗号侵害新疆群众的 生存就业发展权 堪称是21世纪最臭名昭著的 侵害人权法 来一个重炮回击 来亮哥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美国汽车公司的商战 所以像参议院检举 是 就是要让他的对手难堪 不然照理讲 韩国车也用了很多中国零组件 你怎么不去检举 所以 不这没什么 就让美国自己去乱 是 这个拜登也不一定会处理 所以就是也未必起得了什么作用 不是 因为汽车进口商 搞不好也是民主党的票 所以国会议员们要对这些车商 这些金主有所交代 那是你的事 因为他对金主有交代 这个我们立法院也常干这种屁事 就去检举对手 然后表面上 比如说民进党不是有某议员 有某立委 去咨询 说那个MG 就是上海汽车已经买掉的那个英国车 为什么可以在台湾组装 那你认为他是在攻击这个吗 近在不言中 好 可是现在大陆方面 我觉得面对这个贸易战会 甚至我们讲科技战 其实现在也得自己要有因应的做法 比方说像日本媒体也在关注 就说大陆的晶片商 像中芯国际跟长芯存储 要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 就努力的推动关键晶片材料 以及化学原料供应链的本地化 好了啦 想办法都是用自己的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 免得被卡脖子啊 所有领域都一样 所以 这个没有办法啦 就是等你练功出来了 就举世无敌这样 我华为不就是这样 当你7奈米的手机做出来就很少 就震撼全球 然后就中国市占率就变成第一啊 就这样啊 等到5奈米的时候呢 更不得了 那个是晶片 它这个可能还包括化学原料 因为这个长期是智本垄断 对 所以为什么是智媒 难怪日媒要这么关心这件事 你看有晶圆化学气体等材料 对 所以呢 那个纯 我跟你讲那个纯氧 还有那个惰性剂的纯 那个氮 那个氮 那个都是智本 因为我认识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商 都非买智本的不可 那个纯度是99点 后面至少要6个9 是是是 那但是现在如果这个中国大陆 激起直追了的话 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那日本要这样领先 恐怕也就没有多久了 那你自己造成啊 谁叫你要跟美国呢 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 你看他态度是非常的强硬 可是国际形势法院 却是对他采取了行动 但也不是只有他 也针对哈马斯领袖 我先来请教一下率将军 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是 国际形势法院是对于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还有就是刚刚我所说的 以色列的总理纳塔亚胡 发出了逮捕令 因为认为他们两位都犯下了战争罪 以及危害人类罪 那我要先请教一下薛将军 这个发出了逮捕令 那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呢 面临逮捕令这个是 讲难听点就是 让你逗臭了 其实执行上有困难 你不可能去逮捕他 对不对 只能给你做些限制 比如说你的家属 或者你的访问的地方 有这么个风险 但是你说纳特亚胡到美国去访问 会有人去逮捕他吗 或者到G7的这些国家 不可能嘛 那你到其他的国家 弱小的国家 谁又敢去得罪他呢 所以这个逮捕令 只是联合国的一个宣告 法庭的一个宣告 你犯了战争罪 那就是这个效果而已 但是这些人也不会因为你宣布 我被逮捕 我会改变我的行为模式 我想不会 因为联合国讲的 就是说你加萨走廊那边 发生的突击行动 你也是残杀了很多以色列的人质 那以色列的报复更不像话了 那赶尽杀绝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事后恐明了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效果 但是也只是宣告你 你是一个不正当的人物 你是一个犯罪的 所以民生上会有 是 在乎会影响俄乌战争 是以阿战争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逼着他 我上次就讲过 纳探尔赫怎么想 你们全世界骂我都没关系 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在以色列的建国史里面 我有一曲之地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骂我了 所以纳探尔赫现在越走越偏 就这个道理 他没有退后的路 没办法再下台阶 国内搞不好要把他倒掉 对不对 那国际上斗臭斗垮 所以他我看这个问题 不是这样子能解决的 解决不了 解决的办法叫釜底抽薰 你美国在火上添油 他怎么会停 而且拜登在什么 犹太人什么节气里面还讲了 是 认为他是正当的 是 立顶以色列 对 所以问题是 我的感觉就像 现在警察就抓到那些 小孩的车手什么犯罪的 他把我妈一直讲 我孩子是最好的 他不承认 拜登的行为有点像这个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